各位学员大家好 今天呢咱们开始漏洞专题底下 这是咱们业务逻辑漏洞 这个专题的最后一讲 那么咱们本次课程呢 主要是给各位学员实力演示一下 针对密码找回这个漏洞 那么以下呢是咱们课程的目录 那么咱们接下来主要是从以下这两个方面呢 进行一个展开 那么第一呢就是针对这个业务逻辑 密码找回啊 这个漏洞的一些常见的一些检测手段 第二呢就是一个实力演示 那么这里咱们首先看第一 那么针对密码找回这个业务逻辑漏洞 它常见的一些检测的方式及手段都有哪些呢 然后我在这里呢主要是把它划分成五个部分 那么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凭证太弱 那么这里呢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就比如说有个程序 由于它这个开发及设置的不不恰当 有缺陷 那么它只需要这个普通用户 或者平台用户去填写一个四位 或者六位的纯数字 就可以去完成这个重置密码 那么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就可以导致一个什么样的风险 就是黑客 可以利用这个缺陷呢 去进行暴力破解 就对你这个四位或者六位的纯数字 沿着码去进行暴力破解 那么这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凭证太弱 那么这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说密码找回凭证 它可以从这个客户端直接获取 就有时候这个程序呢 它设计的肯定是有这种缺陷的 那么它直接把当前的这个找回的密码呢 直接展示给这个在客户端了 那么客户端呢 它可以直接看到 获取到这个你要找回的这个密码 那么这是第二 第三呢就是说什么呀 就是说这密码找回的凭证 它在页面中 它可以获取 什么在页面中可以获取啊 就是说 它这个找回的密码呢 直接在比如请求的一些数据 比如是post中的一些这个某个参数的值 或者这个get型的某一个参数的值 那么这是第三 第四呢就是说什么呀 就是用户 他找回密码的邮箱地址 或者手机号呢 他可以被修改 因为现在什么呀 一般的这种站点 程序 他一般找回密码 就那几种方式 那么第一呢 就是比如说通过邮箱 去发送个验证码 那么第二呢 就是手机号 那第三呢 就是安全密码问题 那么常用呢 就是这个邮箱和手机 那么假如说 它的程序设置不合理的话 那么这里呢 它没有对 用户输入的 比如说像这种ID 这个邮箱地址啊 或者这手机号呢 进行一个校验 那么在这里 就有可能会发生什么呀 就是攻击者 他把你这个 这个体教数据包进行拦截 并且修改 比如说他把你的手机号 修改成他自己的 然后呢 发送给这个服务器 那么服务器 假如说没有验证 那么他就直接把 相应的这个验证码 或者密码呢 发送到这个 攻击者的这个手机上 那么这是第四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说什么呀 在最后提交的时候 他有一个这个逻辑上 一个错误 可以导致一个这个修改 比如说 在填写这个新密码的时候 比如说他上面 有一个这个用户ID 那么他这里把用ID 比如说改成另外一个用户 那么就完成了一个 相对应的 修改任意用户密码的 一个这个过程 那么上述呢 就是针对这个密码找回 这一块的一些 常见的一些检测的方式 去利用手段 那么底下呢 就是咱们一个 这个实力环节了 那么我在这里呢 是在另外一台机器 搭建了这么一个 Size Server 这个SIMERS 然后这次到SIMERS呢 他存在这么一个漏洞 就是他有一个这个 密码找回的 就是通过一个 这个扣端 一个绕过的方式呢 去找回这个管理员密码 那么这里呢 我在我本地论器 打开这个UIL 好的 我在这里已经打开了 那么这里呢 就是他一个这个管理员 登陆的一个这个UIL 那么我接下来呢 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就是说 我通过他这个程序的漏洞呢 去找回 他当前这个管理员的 一个密码 他这里呢 有一个这样 有一个忘记密码的这么一个功能 模块 那么我这里呢 就点击他 好的 他现在跳到这么一个地址 啊 就是找回密码的一个地址 那么接下来我要干嘛呀 我首先我要输入 就是我当前这个管理员 他用户名是什么 因为我要对他找回嘛 我可以尝试一下常用的 比如像admin 啊 下一步 可以看到他直接跳到这里啊 请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假如说 他当前的用户不是admin 比如说他是一个123456 下一步 是吧 他这里呢 又给出了一个敏感的提示 即使就是说黑客 他不知道你当前的这个用户名是什么 但是呢 他可以借助一些 这个比如不拍秀的 他可以对你这个用户名呢 进行一个爆破 没举 那么接下来 我就先输入这个正确的用户名 admin 点一下一步 好的 这里 他说让你回答问题 我这里随便先输一个 然后下一步 他说获取密码失败 说这个问题答案不正确 那么再返回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要干嘛呀 我要打开我这个火壶的这个查阅元素 然后呢 我把这个我本地的这个Jarsquare的禁用 然后重新发送 好的啊 那么接下来 我不需要去输入他这个答案 因为他这套程序呢 就是利用一个什么漏洞啊 就是说他这个答案呢 只是进行了一个客户端的一个JS教验 他在服务器端呢 并没有对这个用户输入的数据呢 进行教验 那么接下来呢 我直接点击下一步 看到没 他直接把他当前这个用户的密码 返回给咱们这个客户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用这个密码 我去登录 我点击登录 好的 现在他已经正在加载数据 正在向这个后台呢进行个跳转 系统出色化 这里第一次进入啊 他这个加载数据比较慢 请大家稍等一下 好的 那我这里就不等他了 他肯定是成功的进入了 等到本次课程呢 密码找回 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观看 Thank you 谢谢大家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